我要再講 我每次在節目上都要再講一遍就是 最顯胖的一個單品叫做黑色的褲襪 黑絲襪是最胖的 因為黑絲襪就像畫畫一樣 幫你把邊描出來 你腿有多粗 他就幫你把邊描出來 還幫你 尤其是後面看那個你知道 蘿蔔這邊會整個被撐開來 除非你要顯瘦 除非是穿完全不透膚 或者是透膚性很低的 比較厚的 只要是透膚的都會看起來胖 都會看起來胖 而且你想想看 有時候穿黑絲襪 腳踝地方特別細對不對 小懷特別細的意思就是腿會特別粗 小腿 因為它是對比嘛 對比 運用他們原來的單品 但做小小的巧妙變化 讓他們可以真正看起來立即顯瘦 好喔 那我們請老師幫他們改造一下囉 改造囉 改造後的成績 歡迎 哇 太好了 哇 不是 不是 比例什麼不一樣了呢 對 第一個我們先從上半身幫它做一些變化 因為它的蛋糕裙其實是 讓你的下半身變成量化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把你的下半身膨脹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讓你的上半身也跟著膨脹 所以你可以利用像今年很多流行這種開秀的設計 讓你的上半身在腰線的地方往外延伸 那當腰線這個手臂你看它手臂的這個地方 這邊是往外延伸 手打開來的時候腰就會跟著變小 因為旁邊被放大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就是把你不想看到的地方全部放大 想露出來的地方全部縮小 這個時候你看它的腰就變小了 真的 下半身跟著放大 衣服的手臂的地方跟著放大 它就整個就會看起來瘦 而且它比例感覺又更好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常講其實顯瘦穿搭的最關鍵就是 隱惡陽扇 把你最不想讓大家看到的地方 有些時候不是只是遮 反而是放大它會讓它看起來變小 比如說你屁股好大 你就放大你的屁股 就會覺得說是裙子的問題 不是你屁股的問題 以讀攻讀 對 沒錯 沒錯